大家好,欢迎收看RiteJS,从入门到实战 那么这节课呢,是我们实战演练的最后一节课 也是我们整个RiteJS的最后一节课 首先我们来就着这个上一节课提到的这个例子 然后具体来说一下,上一节课我们提到就是说 那个这个例子呢,还要几点可以优化的地方 因为上一次我们在做的时候,是按照一个这个常规的一个思路 就是它在组件之间保存数据的时候呢 适当的最外层来保存 然后这个有任何这种组件之间数据交互呢 我们通过这个Props来传递 然后如果需要修改副组件呢 是通过,也是通过这种将副组件的这个函数 通过Props的这种方式 通过Props的这种方式传递进来 传递出去,然后可以让次组件直接来进行调用 但是我们有基点,也需要这个来注意一下 就是这种方式呢 如果你在,你在这个签它的组件比较多的时候 可能会导致这个,一层一层继续往它签套 然后导致这个,导致这个就是回调函数 会一层一层写好几遍 然后每一次只是掉下它的这个副组件 会产生这么一种这么一个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在什么呢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 副组件的回调函数特别多 副组件引入的回调函数 引入的回调函数特别多 那么第二点在于那个什么 第二点就是,呃,我们之前的那个数据 其实是直接放在一面上一个讲数据 但实际使用情况的时候呢 是要从服务器当中来请求的 那么这块呢,我们在这节课也做一下改变 就是实际使用数据的这个 呃,这叫做什么呢 实际使用数据现实化 更现实 实际使用数据更现实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 这个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提到了 就是这个文件 我们在之前写的时候都是直接把这个browser.js 因为你需要用到这个read.js的时候 可能需要这三个文件 react和react.dom 这个是zgm的文件 那么这个browser的main呢 主要是为了转化这个jsx 然后用babel来这个作为工具来转换 但是这个文件我们知道这个特别烫 有多大呢 之前也提到过有一1兆多 1.3兆 而且是已经压送之后的browser.main.js 所以这个文件我们就得想办法看看 看看能不能去掉 然后这个 就是这个 借斯的使用 这个文件是一点 其实这个样式啊 这个样式我再多说一点 这个样式你如果直接按照我们之前的这个结构来写的话 它是不带有任何样式的 这块是我简单写了一个写了一个小的样式表 然后后来这个稍微美化了一点样式 不用让它不至于那么难看 那么丑陋 你如果把这个文件给去掉之后 这个 结局就是这个样子 不带有样式的 甜妙太难看了 作为一个这个前端开发人员 虽然说你不是设计 但是好歹有一点最最基本的一点追求嘛 对吧 让你这个样式不要太难看 让自己都觉得过意不去 所以这个稍微写一点内容 然后这块在写的时候呢 我先提前说一下 因为这块用到了这个sars 这块用到了sars 大家在下下这个例子的时候呢 可以先在那个自己电脑上装一下这个sars 然后具体怎么来安装什么的 完全来看一下这个 嗯 网上这种sars入门啊 sars教程啊 找一个官方呢 然后你安装淘宝经线安装 可以直接用淘宝的这个 不得不说啊 淘宝在这块其实做的还是挺不错的 包括这个 Ruby的安装 甚至还有随后那个 你在使用的时候 包括这个MPM MPM淘宝经线 这些都做的不错 你有时候你在安装 PM包的时候可能 安装的是这个境外的 境外的这个包 然后大家都也都懂得嘛 因为存在这个这个什么限制 导致你在安装国外的包的时候速度可能会特别慢 那么这时候你就可以使用这个淘宝的这种命令 也不用这么麻烦 就是他这个是直接使用了CMPM 刚才提到的工具行目默认代替默认的MPM 其实你只需要用到这个registry就可以了 那么待会我们还会再提到这个MPM包 然后回过头来继续来说这个 继续来说这个用到sars之后呢 你在写的时候其实只需要写这个sars文件 然后来watch这个文件 输出到这个css就可以了 我们在学这个前段知识的时候 可能有些东西这个实际实业 包括这个老师讲的时候可能也没有讲到 或者是这种培训机构什么的也都没有提到 就是这种前段工程化这方面的东西 然后现在用的这个工程化的工具比较多的就是这个gump 有时候你需要写一个脚本 然后来自定义的实现这个 自定义的实现这个 这个sars文件转换呀 或者是使用了covid square 包括covid square的转换 甚至包括这个你使用了es6 要转换成es5 使用这个bable 你需要转换 使用这个gsx 也需要进去转换 等等这一系列内容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块一块来说 说完这个sars之后 你任何修改的时候 如果你需要在这个样式上进行修改 你需要先安装一下sars 然后这个文件是这个 是他生成的 不要直接修改 不要直接修改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 刚提到的主要是这么几点嘛 这点比较好实现实用的数据 实际使用的数据 更加现实更真实更真实一点 这一块就是 其实你只需要我们之前在讲到这个 iJax寻求的时候已经搭建了一个后台的简单服务 你只需要在原案的基础上增加一个寻求 比如说 把这个数据从这个文件当中来读取 就可以了 score一点Json文件 然后你在server.js的时候 想求到这个 比如增加了一个getscore接口 然后这个 读取这个文件 巴拉巴拉 数据出错的话就报错 code等于-1 然后code不要等于0 这个也是之前提到过 就是约定俗成的 你如果有code正常返回 如果数据正常返回的话 增加一个code 等于0 表示正常返回 然后如果出错的话 有一个code值 同时增加一下呢 这个message提示 然后这个 这块是为了做一个明显的 表示出来 它是后端返回的 所以说这个增加了2秒的延时 这个到时候 至于node server.js 就可以这个 把后台这个 记起来 记起来之后 然后就可以获取这个数据 这是一块 然后第二块 第二块比较重要的内容 就是这个 我们从简单到南开始说 第二点就是这个去掉 去掉这个browser.main.js 我们在这个 你在开发的时候 可能是这个开发环境 你可能是直接 引用了browser.main.js 但是你在上线之前呢 实际把这个项目放出去之前 需要把这个文件去掉 因为它太大 那么怎么来去呢 我们之前也提到过 你是使用bible 来进行这个转换的 使用这个bible 来进行转换的 那么你在这就可以 这个bible.js.io 看一下这个bible怎么安装 安装到本地 安装client npm npm installsave dvbible client 这个save dvb 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安装的时候 这个 尤其是后台程序 后台工程 会这个有一个packader jason 表示我用到了哪些npm包 就是nodejson使用的包 然后这个 这个会把它保存到这个packader jason 当中 然后给其他人使用的时候 可以直接npm install 就可以安装成功 然后这个它还有一个方式 就是这个install global 但是这块它不太提倡 就是说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每个工程 它都可以配置自己的bible 配置自己的bible 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bible是个工具 但是它有插件可以使用 比如说这块 我配置这个bible使用 插件是ES2015和react 请注意bible是一个工具 它包括是需要用到哪些插件 你还需要再安装一下 那么这个是使用 这个是安装 安装完之后呢 你在使用的时候 如果是全局安装 它会认识这个bible命令 但是如果不是全局安装的话 它不会认识这个bible命令 需要你这个 它不认识这个bible命令 需要你重新在这个 找到这个路径来 来使用 比如说像这块 比如说这块 直接使用了这个nona module里边的 这个bible命令 但实际上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 更好的办法就是 不要引用到这么长的包 那么它上面提到的这个 放到build当中去呢 也是当自己npm的命令 来进行执行的 就是说你需要这个 也是需要找到这个bible命令 但是其实还有更好的办法 就是这个 搜这个stack overflow的时候 已经有人提到过了 怎么样使用 安装在本地的 那的model当中的这个包 这块大家随后再去看 它主要就是npm exact 把这个命令给它那个对应的路径给穿起来 然后继续来说这个bible命令 怎么来装插件呢 就是看这个plugins里边 已经非常明显的提出来 这两种自慢装 ES2015是把这个ES6里边的语句转化成ES5 然后这个react呢就是把这个 jsx 给召唤了js 使用的时候 直接npm install savebible present react 同时需要修改这个配置文件 rc文件.biblerc 这个是放在你的这个项目 根目录下 增加这个react命令 那么这个之后呢 就直接执行npm exactbible 表示这个student2.js 输出是student2.out.js 这样的话就会产生 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它产生的这个对比 第一个 就找第一个这个组件就可以了 找一个组件 它在render的时候 原来是执行这种方式 放回的组件 那么你在编译之后呢 它是通过这个create element create element来返回的 这块要注意一下 然后这个刚刚那会儿 少说了一个点 就是那会儿提到用 使用jax的时候 那么你在使用的时候呢 记得要把它放到这个 嗯 挂载之后来执行 同时这个增加了一个这个loading状态 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就是你在判断render的时候 你在render的时候这个 判断是否有数据 state当中是否有 data数据 如果有这个 data数据呢 就进行没有的话 就提示它正在loading当中 提示正在loading当中 这是一个比较游和的一个方式 那么说完这两种就是一个比较大头的 这个副组件影响的毁调码数特别多 这个这个东西怎么来解决呢 这个其实有这个两种方式 嗯 这个其实有两种方式 要么就是 嗯 因为我们知道你在创建 子组件的时候 这个变量是相当于全局的 那么有一种方式是你可以把这个变量 你可以把这个变量写到外边之后 点错 写到外边之后 比如说你自然 直接定义了一个全局变量 然后这块复制 复制用操作之后 你可以直接拿到子组件的引用 比如说我在这个student score table里面 可以直接取这个score item啊 name filter啊 gender filter啊 等等都是可以的 但是这种方式呢 产生的一个副作用就是 它会直接导致你全局的变量 特别混乱 它组件特别混乱 因为组件之间都可以相互使用 全都把这个名称的暴露出去 你如果一旦管理不好的话 很有可能会产生这个 A组件 B组件 B组件 又使用A组件 这个A组件 又使用C组件 C组件又使用B组件 等等 关系特别混乱 然后出现一些这个找错误 找错误 一旦出现错误的话 你去找这个原因也特别不好找 所以这块呢 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 是增加一个实践中心 实践中心呢 也可以说是这个订阅这模式 观察这模式 它基本上就是说 我定义了一个这个PubSub 这块确实也有点不太好 因为它直接把它把它放到这个暴露出去了 但是这块为了这个演示方便 然后我们可以暂时先这么做 随后的话必须 这个几个几个方法 分别是干嘛使的呢 Publet也是就是用来发布消息 或者是发布实践 订阅订阅消息呢 就是订阅实践 给实践绑定这个回调函数 绑定的比方说这个event 增加了这个汉字 那么它主要操作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检查内部变量里边 是否存储这个 实践对应的这个回调函数堆裂 如果没有的话超线 如果有了的话 Rate 其他情况下 直接把它加入进去 Push进去 取消订阅时相反的操作 查找有这个回调函数 然后把它去除出去 那么这个发送呢 需要有一个这个发送的实践 名称 加上它的这个数据 然后有这个上下文 上下文其实可以不需要 但是提供出来更好 有这么一个玩意儿 然后紧接着你在使用的时候呢 就可以更加随心 更加自由一点 但是又不影响这个实践的这种独立性 比如说这个 我调用这个订阅证模式 我在全局当中 我订阅了这个 Squite他们进去 相当于是我全局当中 有任何的这个 这种修改操作 我会触发实践 删除会触发实践 性别会触发实践 性别触发实践 性别晒线会触发实践 修改信息会触发实践 保存会触发实践等等 都是通过这种实践的这种方式来调用 那么谁关心这个视践 谁就可以来订阅这个消息 我们之前是通过回调这种方式 通过回调这种方式 每一个里边都增加了组件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属性都去掉 然后直接通过这种订阅 消息模式的方式 把它引入进来 然后直接的调用回调 通过这种方式 整个代码就会显得特别简洁 而且你在寻找这个处理逻辑的时候也特别清晰 还有一个点刚刚漏说了 还有一个点刚刚忘记说了 就是说这个componentupdate的时候 我们之前记得就是说你这个修改 是否需要执行 是否需要执行渲染 可以通过这个看书来进行判断 那么这块呢 我们也作为一个优化 因为这种数据展示的这种问题 尤其是像这个数据引起 这个修改引起其他组件变化 它其实只要数据是相同的 就可以确定 它的这个dome组件不需要更新 那么这块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 说的componentupdate里边做一个判断 检查它传过来的这个state值 就是这个数据是否是一样的 如果说每一个属性都一样 就是raytonforce 如果说有一个数据不一样 就是rayton初 就是通过这种判断 然后来这个避免不必要的 避免这个不需要的渲染 渲染情况 这块代码大家随后在这个具体 一个一个来看一下 我就大概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大概说一下这个几个优化的点 然后这个你在使用的时候呢 就可以这个直接把这个fable 注释掉了 然后这个pub sub要引入进去 时间处理中心 它可以是javascript的格式 那么这个你转换之后呢 也可以使用javascript的格式 2秒之后数据返回 update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下边的这个update 你在相同的内容第一次操作 这个update的modify是我们放在这个 是个componentupdate 放在component modify 那点 VIAupdate 就是在更新之前 紧接着这一步操作 我们来打一下日志 它是否会更新 那么这块可以看到 如果是相同数据 它只会更改一次 没有第二次modify 如果是不同数据 它是正常的 从而来避免这个不必要的渲染 修改值 保存它对应的值产生了修改 可以看到这个值 只是在需要的时候 只是发生更改的时候 它再发生更新 嗯 那么这块内容呢 基本上就到这儿为止 publish 这块每次 Jinder亲戚的时候呢 发 publish 发布一个Jinder亲戚 事件 事件名称 是我们自己完全定义的 那么有关RX就讲到这儿 其实还有一些知识没有讲到 包括这个 嗯 Redux Flux 这些东西 不过网上去找资料的话 这些东西也很容易找到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就不再讲这些内容 大家回头再看了一下 而且这个Redux和Flux 其实使用的比较多 各种学习资料都挺多的 大家还是要有一点这个主动积极性 然后来这个能学的更深入一点 而且这种是 你的牵涉到这个数据的流动 整个页面数据的管理啊 处理方式啊 事件的触发方式啊等等 至少Redux和这个Flux给你提供了一种模式 可以让你来这个参考一下 可以让你来参考一下 多学武汉们至少 所以这会儿还是要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更进一步的学习 这种具体的使用模式 那么这幅内容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会儿打资料 在闭掉 它们是怎么温暖的 所以 这会儿 更有一个 一些 是 是